亚太这边的话 包括左边的这个麦麦提瑞伊诺 因为上一场比赛的出色八灰这场比赛 继续进入到首发 但是他在联赛前面 也是没有怎么登场过的 再把球往进去里面做输送 第一落点还是亚太这边做了有效的破坏 外围 18号的 比基尼奥 苏亚雷斯 邱天一差了那么一点点没碰到 快速反击 塞尔吉尼奥 下抵之后的传中想找谭龙 也没顶好麦麦提瑞一幕停下来 打蒙 非常可惜啊这个球 想打一个进脚 亚太的这一波反击 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的犀利 塞尔吉尼奥依靠速度摆脱了赵宏略 赵宏略顶一下 亚太现在整体阵型前压的也比较靠前 压进入红一趟之后靠速度 单兵杀进来 但是亚太的门将乌亚哥做出了关键的扑救 然后26号车诗尾继续跟进 选择一脚打门 非常可惜这个球打高了一些 不过开场仅仅到现在8分钟的时间啊 但是真的你要面对高手的经验方面 还有提升的中间 这边索阿雷斯内切两步打门 漂亮球进了 内切两步之后 丽金尼奥索阿雷斯在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 帮助天津泰达首开了记录 阿西姆鹏投球 漂亮 角球的落点相当的不错 而5号秋天一高高跃起啊 高人一筹 然后将球顶尽了球门死角 还做了一个C罗的庆祝动作 长春亚萨这边的反击 弹龙起速度 进入禁区 直接选择抽射打一个圆角 滑门而过了 对于长春亚萨来讲 现在在阵地攻防不占优的情况之下 反击的确是需要卢瓦利去抓住的啊 泰达继续来做高位逼抢 索阿雷斯球停得很不错 转身打门3比0 半场打花呀 反击当中赛尔基尼奥 呜呜呜 同场坤出现脱手 好在说泰达其他的球员反应还比较快 冲起来 好在这时候给的不错 弹龙 自己打 打中了门框 非常可惜啊 再给到惠家康 传中 找立马投球 球进了 很轻松啊 惠家康定点传中 传的也相当准确 立马刚刚登场没多久 就收获了进球 过来 立马 再给到阿奇姆彭 转身摆脱去亚南 再给立马 两个外援自己玩 哎 5比0 立马立马就在 泰达的前场带来更多的火力 从阿雷斯进了两个立马 肯定有表现欲望啊 崔奇 周大帝一直在要球 希望崔奇给个直线 崔奇一直没有给 45度再给到进去里面 杨超生 包抄到远端 将球送进球门 替长中大太也打进了 挽回延面的进球 换回到四后卫体系之后 的确 快就得到 回来 有点 有点 等于 Antar地 的 优优独播放 就 受到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